演出的就是全台民怨之首居住问题 这似乎就像个历史工业 或许到现在都没人敢保证 不断上涨的房价跟租金会有跌下来的一天 为什么会怎么说呢 因为约莫12年前为了工作方便 我曾经在内湖以月租1万5的代价 租了一间12平的小套房 但是12年后我们爬梳了租屋网站的讯息 来看看1万5的预算 在内湖能租到什么样的房子 最后找到唯一高于12平的 是一间位于地下室的房子 其他的通通在10平以下 当中还不乏顶楼加盖的套房 这就是台北市全台首善之区 租房的现况根据2022年的统计 在台北市平均月薪如果大概落在4万块钱 以房租占所得比25%的比例来看 大约是1万块钱的预算 但接着我们摊开双北每个月的租金中位数来看 1万块钱的预算要租得好一点 或许看起来前面都不大可行 唯一的可能性只剩新北市的泰山区 就连平溪跟深坑现在约租金的中位数 都还要1万块以上 而且根据营建署的统计 台北市平均的租金 早就已经逼近了2万块钱大关 然而全台湾目前实际租物人口 早已经突破了300万人 占全台人口大约八分之一 但是从1981年到现在40多年下来 台湾的房租其实只经历过两次的下跌 分别是2000年的网路泡沫化 还有2008年的金融海啸 在2022年全国住宅租金指数 甚至还来到了历史新高 今边近期房市交易动能有明显下滑 但房租依旧是铁板一块 到底原因是什么 接下来我们将从一群北漂青年的故事 来看看加这个字 为什么会成为一道他们解不开的枷锁 静温只有12度 外头下着细雨 周先生刚送完外送回到自己的租屋处 年近不惑之年 虽然有一份正职工作 但他还是得利用闲暇时间打打零工 外送这样才够 我拿去搅一些别的东西 我生活费大概就25%的费用拿去付房租 其实就不够 房租是北漂族每个月心中的痛 也是无法节省的开支 为了获得更优惠的租金 舍尽求远是方法之一 8坪左右的大销 你如果在南港找 大概就一万九两万一 如果再往台北市区里面去 那个应该两万五跑不掉 如果坐在台北市里面 虽然我去其他什么活动很方便 做一些买什么东西 或吃什么东西都很方便 但其实我平均负担的金额就真的比较高 请考不许的钱 把人押走 总统 蔡英文 睽问 租金往往是考虑租屋最重要的因素 再来才是地点或是其他的条件 跟周先生有着类似状况的还有他 像是担任美编的波比 今年35岁大多数时间是在家工作 过去就是被台北的高房租压得喘不过气 有时候买我们这种租屋组 我蛮就是羡慕家里面在台北的人 我觉得 我就觉得有一种相对波多感 因为租屋占了三分之一这种经济压力 就会 有时候会 反而会让我果足不前 本身是难投人的他 租屋的经济压力 让他在台北生活的时候 常常怀疑自己 所以我才说我会三进三出台北 有时候会觉得是不是 但是人家也讲说你出去外面走一走 台北是闯一闯还是会回来的啦 讲到就是听到这个话 就是心里都会很不舒服 我就觉得好像是在质疑你的能力的感觉 真的是没有能力吗 我们摊开台北市591租屋网站的资料 2010年到2019年双北各捷运站点一公里内的套房租金平均上涨了三成 同一时间青年平均起薪涨幅只有百分之十六 根据统计台北市捷运周遭前二十大高租金的站点 就落在大安 信义 松山及中正四个行政区 房租平均每平接近一千九百元 如果用八平套房来计算就是一万五千两百元 以新鲜人月薪三万元来说 根本没办法租在精华地段 或是只能选择五平以下的空间 又或者只能找人合租 像是日文 为了负担在台北市的房租 就找了室友一起租下了位在和平西路上的顶家 我原本住在永和 然后我以前住过新庄跟三重这样子 那希望搬离到台北市差不多近一点的地方 还是因为第一个是工作的需要 收入渐渐比较好了一点点之后 那自己计算了一下发现 如果找个室友然后拜托一起合租的话 那我可以负担就是家庭市 那我是不是可以选择就台北市 这样子交通的往来 不管是客运 不管是公车或者是捷运等等 都会比较方便 想要搬到地段好一点的地方 利用政府扩大加码的租屋补贴 是否有帮助呢 你申请的他隔年 或者是他有一个特定的月份 他就会自动变成公益出租人 他一定在他的税款上面 会有一些相关的变动 即便我们就是申请到了补助 但是如果因为跟房东相处不好 那导致他不继续租 我们要另外做搬迁 那其实搬迁也会有搬迁的 不管是时间跟生活的成本 那些一来一往 我们会觉得算了有点太过麻烦 长期以来租屋市场的背后 是一个大家都心知肚明 但没有人公开的秘密 根据内政部统计 2020年全台共有102万户租屋家庭 不过对照财政部2019年统计资料 房东有申报租赁所得的 只有32万间 换句话说 这是一个七成房东都没有缴税的 黑市经济 而租客申请租金补贴 需要附上租赁契约银本 租赁住宅的建物所有权状银本 下场就是房东被国税局上门查税 而租客不是秋后算账调整租金 就是被赶出家门 补贴的金额并没有根据不同的地点 而有差异 那我们就会觉得说 如果可以考虑 在交通便利的地方租金 租屋补贴的金额高一些 然后其他地方就维持原来的水准 那这样可以鼓励这个经济弱势者 在租屋的时候 他就比较有能力去交通便利的地方 跟人家竞争 台湾房地产长期沦为有心人士投机炒作的工具 让年轻人买房只能是梦想 甚至还有可能变成租不起的未来 不过立法院1月10号三读通过 平均地权条例修正草案 平均地权条例里面一个核心的重点 应该是对预售屋的转售 除了直气血清跟旁气血清 二清等以外 它配偶以外 它禁止这个做转售 那这个当然会对于 这个预售屋的炒作 有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平均地权条例重点 是在抑制预售屋及新城屋的炒作 但年轻人最痛的 不是买不到房 而是租不起 当租金连涨十年 市场又不透明的结果 就是包租公坐勇多户 不必缴囤房税 至此加这个定义 让没有退路的租屋族 成了待宰的社会弱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